今晚開戰吧 我跟你講 看這個節目的人都知道 我就是習慣晚睡 對 所以失眠對我來講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連我都知道 連你知道 對啊 我也是忠實觀眾 真的 那你是不是應該去看個醫生 有啊 我去看了醫生 我有問醫生說 我白天都一直很想睡覺 然後晚上就生龍活虎 我這狀況怎麼辦 怎麼辦 醫生說治療我的方法很簡單 有方法 很簡單 說來聽聽 他說以後 你們錄影就改晚上 或半夜錄影就好了 這是什麼方法 不可能 我上有老 下有小 我晚上錄影 我要趕快回家帶小孩 不行 對 所以觀眾朋友 到底是失眠好困難 還是好睡更惱人呢 失眠真的很困難 歡迎收看 今晚開戰吧 對 我們歡迎失眠族的代表 失眠的代表 我這邊是好睡族代表 對 還有一位 還有我們的專家 邱永林 這專家 我還以為是更生人 沒事把頭髮理掉幹嘛 因為在家嘛 然後就小孩頭髮一直長長 然後又不想去理髮廳 所以我就游購了一個電推 然後就先拿老三最小的實驗一下 結果理壞掉了 那你這樣蠻成功的其實 他就不肯上網課 因為網課要開鏡頭嘛 他說你戴帽子 他說我不要 我說那你要怎麼樣才肯上網課呢 他說除非你跟我理一樣 好爸爸 把其他地方給理一理 不用 只需要頭髮 真的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 失眠這個問題 你好像有很大的困擾 真的 從年輕 從小時候讀書開始 我從來沒有一天準時到學校 因為都睡過頭 真的 然後以前出道的時候 錄影也常常遲到 那我們今天真的一陣一返 是 我本人的那個身體機制 有配好安眠藥的部分 我超好睡的 妳真的很氣人 我雖然有兩個小孩 可是我就是說好 那個媽媽要睡覺晚安 然後就可以立刻睡 好羨慕 真的 覺得很氣 是像我老婆一樣 我們也是常常這樣搬來覆去 都睡不著 我老婆也常常跟我講 媽媽要睡了 一 二 三 我就聽到 很氣的 其實睡眠對人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一輩子人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睡覺 真的 但睡眠 有睡眠困擾人真的很多 有的人是動不動就想睡 就像我 有些人是怎麼樣都睡不著 不是 我是那種坐著睡著睡著 躺著睡不著 很多 我公公就是這種 對 不是 這是初老症 他有揮手 對 初老症狀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題 暖身題想要請教大家 你們覺得失眠族就是 比好睡族辛苦嗎 當然 停舉牌 當然 這麼好睡也是有困擾的吧 很困擾 為什麼 你們上次被打是什麼時候 真的有時候睡太好很煩 而且很危險 因為像有一次我是在湯姆熊 那麼吵的環境之下 湯姆熊 對 很吵 然後我在打那個階機 我打到直接就是趴在那個螢幕上面 直接叫咚咚就睡著了這樣 然後我朋友看到的時候 把我咬起來 然後他說你這樣真的很危險 你萬一皮夾被偷了 還是你代幣被偷了 你會不會人家以為你是猝死 有點像 很像很像 對 所以我想網友應該跟我們一樣 有這種睡眠的困難 一定有 我們問一下我們的希杰 今天我們根據 今晚開讚吧的官方粉絲團 還有抱怨這場大小事 生活周遭盡量罵跟健康 多一點的合作民調 我們整理出了網友 大概在20到59歲當中 這邊有圓餅圖可以看一下 76.5%是失眠族 只有23.5%是好睡族 那到底這個失眠的人有什麼困擾 我們先來接綁一下第五名 好 你常常被問 今天看起來好累喔 你是沒睡飽嗎 有5.5% 網友就回應說 這根本就是黑眼圈的困擾吧 不管有沒有睡飽都會被以為說我沒睡飽 好 再來第四名是 工作狀態非常的差 腦袋空空變成金魚腦了 觀眾朋友也有這種困擾嗎 這個真的很常聽到 就是你本人 都在講我 可是你失眠 這一題是設定怎麼樣 都是要講我對不對 那一題就是你是專方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失眠族 有沒有因為沒有睡飽 完全嚴重影響到生活 一定的 對 就是因為我的個性就是 說難聽一點是神經質 說好聽一點就是像他剛剛說的 我就是會 神經質 就是我會想很多 譬如說我隔天有工作 然後或者是隔天要拍戲 那就算我已經背完本 我還是躺下去 好馬燈 對 然後就 就是腦袋還是停不下來 對 就沒有辦法睡覺 就是我常常 尤其要看一部戲之前 可能大概連著了三天吧 我幾乎就是處於在半夢半醒 沒有睡覺的狀態 就在半夢半醒之間 就是生活上有事情 因為我以前看我媽媽 譬如說 譬如說要過年 我媽媽那幾天就是睡不好 那時候我都會想說 就是有什麼好 就是隔天的事隔天再做 可是就是好像到自己 要到一個年紀開始 我都會這樣子 到一個年紀 那其實你滿沒有說服力的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皮膚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你沒什麼說服力 不是要第一天啊 我就知道你要吐那個 傻眼 沒有 我跟你說 我的失眠呢 是從我剛開始播新聞 那一段時間就開始 就是種下的因子 因為你知道 一開始的時候播 當主播嘛 我們那時候叫做 兼播主播 什麼叫做兼播呢 就是我們平常 當記者的時間 是你的主業 然後當主播的時間 是你的堅持 所以我們的記者 是從八點上班到 就是可能晚上七八點對不對 然後我當主播的時間 這麼長的時間 從早上 凌晨四點半開始 凌晨四點半到八點 就是那時候醉菜 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每天就是從四點半 一路上班到八點 那因為很早要上班 而且第一格的播新聞的人 等於是你如果沒到 就是開天窗 所以那時候那個精神壓力 就非常非常的大 然後每天回到家 菜鳥記者就是一定 就會被派到早上去 就是如果菜鳥主播的話 就一定是從第一最早的 六點的新聞開始播報 開始訓練起這樣 然後工作時間很長 然後又很早要出門 所以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覺 我就躺在那邊 我都會被自己嚇醒 假日的時候也會嚇醒 想說 我今天是不是要播新聞 已經四點了嗎這樣 然後但是其實我那天 可能根本就是放假這樣 然後因為工作時間太長 又睡不好 然後我那一陣子 就得了那個 皮蛇 皮蛇很嚴重 就是那個濾過性病毒 然後我長版這個腰這邊 整排都是水 如果連繩一條線的話 那個對生命是有言的 那是謠言啦 對啦 那是老一輩的謠言啦 聽到阿嬤這樣講 你還沒睡醒 對啊 還要去什麼廟裡去 幫你讀腿 要喝補水 對 要喝補水 要用刀子切它 對 反正就是一個免疫系統 出了問題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我那時候 還不敢請假 因為就想說 剛開始播新聞很菜啊 然後一下就請假 人家覺得你怎樣 所以我就撐撐撐了很久 然後才休息 然後就每天就光穿衣服 這邊就痛到一個不幸 好辛苦喔 但失眠派有這樣的困擾 很合理耶 對啊 這個好睡派 你們有什麼好說的嗎 我跟你講 真的太困擾了 困擾到我 我都覺得我自己是不是 被那個吹一件麻醉 不吹 我跟你講這是真實發生的 我自己都嚇到 與其說是驚嚇 與其說困擾真的是驚嚇 那時候我是出外景 然後那天其實外景非常輕鬆 他就是要我們去體驗一些 貴婦的行程 所以就按摩啊 超輕鬆 然後很早就收工回飯店 然後我個人是一個 很喜歡睡飯店的人 因為棉被好舒服啊 對 有的飯店的床 那天就是很早洗洗睡 這整個狀態準備好之後 然後我就把那枕頭 因為飯店不是超多枕頭嗎 對 我就把自己圍成一個城牆 我也會 對 我也會 把自己包起來 就超級有安全感 然後整個天時地利人和 香味啊什麼都很OK 然後我睡覺前 第一次感一定要有 對 我睡覺前一定會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拉很近 然後我就拉拉拉拉 覺得OK 就是睡意來了 然後我就往後倒 就在那個往後倒 在後斜45的時候 我睡著了 在空中睡著 怎麼可能 睡著 然後我在空中睡著之後 在那0.5秒 我就摔在枕頭上 妳就要去看醫生 妳可能血糖太低啊 不是 妳這是缺氧吧 不是 那很可怕 然後就是 我是摔在枕頭上 然後被自己嚇醒 我想說 我剛剛是睡著了嗎 就在後45度角的空中睡著了 妳這很明顯 就是飯店有鬼啊 有什麼 不是 送鞋 被鬼壓床了 不是 好可怕 在講 因為我的那個 天團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影片 這是真的他們幫我拍的 出外景的影片 女明星 你睡相可不可以好 你那麼漂亮 對不對 可以這樣子睡 真的是 他還故意摔倒 我是認真睡著了 好扯 然後妳這樣還沒醒 我沒有醒 我完全沒有聽到 我完全沒有聽到 然後他們一直想要模仿我的睡枝 她的睡枝很誇張 因為那天就是出外景 然後玩水 然後女藝人玩水 是不是都要先吹頭髮 再重新整理 是第一個整理好的 所以我就找一個椅子 然後就剛好 那個角度對了 你知道 然後外套蓋著 然後我就把自己睡成了一個90度 就 哇 就睡成了一個90度 因為我跟她錄過一次同一個節目 然後我們會坐遊覽車 然後我們跟遊覽車開到一半的時候 那個司機大哥就在用那個廣播 然後就說 那個後面的不要站在那個走道上面好不好 結果是 我們看到奇怪怎麼會有人這樣 他是90度 直接從他的位置 然後睡到走到中間去 睡在外面 我整個都睡在外面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被檢視你知道嗎 我就說我好像被麻醉一樣 所以人家真的這樣咬你 你會醒嗎 就拍我我就會醒了 可是他們那個起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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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那個我都聽不到 像我是不是 各種環境 有些人可能是要找東西靠著才睡得著 有些人一定要躺平才睡得著 我是可以直接坐著去睡著 哇 跟朵哥一樣耶 就禪定 對 我還是要靠著 我第一次發現我自己有這個特質 是在小學的時候 因為小學的時候 我們不是都要早上的時候都要集合 然後要在那個操場 身體典禮 對 然後那個大太陽底下 然後我們就每個人都就是這樣 坐著那個 在那邊聽那個校長在講話這樣 我光是這樣子 就直接就可以 就這樣睡著了 而且睡著到 就是那個散會以後 不是全校大概兩千多個同學 在我的身邊經過要回教室 我完全沒有印象沒有知覺 然後也沒有人叫我 我的同學也故意就是不叫我這樣子 所以全部人都回去上第一堂課以後 我還坐在操場上面 全部這樣子睡 然後 對 那個學校老師找不到我 嚇歪了 然後以為我是被人家拐爪還是什麼 這樣打電話回去我家裡面 問說什麼 你家小孩不見什麼什麼的 最後才發現我是一個人在操場旁邊 就這樣 跟那個臥佛一樣就這樣坐著睡著 那你這個很適合 頓入空門 對啊 你會把他弄在窗邊 真的很棒 我可以去剃一下頭髮 對啊 剃一下 更短一點 那你之前不是主持一些很靈異的 你可以這樣 我可以 我甚至有一次在那個鬼屋裡面 然後那個旁邊 他就還是人家的那個兇案的現場 他的血跡還在牆面上面什麼 這樣你睡下去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 因為中間他們要等那個 換電池那個機器 大概有大概15分鐘的時間這樣 然後我就想要等著等著 不然來睡一下好了 我就直接找在他那個 Oh No 找在他那個兇案的現場 畫那個的地方 畫那個人形 不是會畫那個人形嗎 我就躺在那個畫那個 白線的那個旁邊這樣子 我就睡著了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補充一下體力 就這樣睡一下 你不怕 那個時候 然後這個 很適得上你身 然後就卡到陰了 我跟你講 我們真的要問一下專家 這兩個人怎麼病得這麼重 病得那麼重 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曾經很多年前有一個個案 他本來是輕微失眠 然後就是吃一些 退黑激素就好了 可是他就是多方嘗試 他睡前也喝紅酒 然後也吃中藥 然後搞到自己就是變成 一天要睡12個小時以上 他通常都是凌晨睡 然後會睡到隔天的4點 下午4點 甚至到傍晚 差點就 那這個比我還嚴重 我頂都是睡到一兩點這樣 睡到中午 對 那他跟家人同住 那家人就放任他 那就是說 就準備吃了東西 他餓了再起來吃東西 那有一天就差點發生事情 就是因為他有吃中藥 所以他家人就是幫他 在廚房熬好 熬了中藥 然後就要出門 然後就在他床頭 放了三個鬧鐘 想說這樣可以把他吵起來 結果那三個鬧鐘 沒有把他吵起來 他是被鄰居的敲門聲吵起 因為他熬的那個中藥 都乾掉了 然後就有煙 對 然後傳到隔壁 然後隔壁就想說是不是火災 然後就敲他們 所以差點就灰熟 對 就是說如果你是 長期的自律神經失調 那有可能是變成失眠 有可能變成嗜睡 Eason你去掛號啦 我覺得 勇德金亮小子 守護水嫩金亮 不能單靠葉黃素 五大成分邦靈不在 霧茫茫 趕緊搜尋勇德金亮小子 有明天早上剛好有 VIP門診 那我們想再請問一下細節 對 王友們還有哪些失眠的困擾 來 來 來 好 我這邊繼續跟大家分享一個數據 根據這個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統計 在去年2020這個新冠病毒爆發之後 台灣人有很多人都睡不著 有將近500萬人有這個失眠的問題 而且他們去就是尋求醫生的這些意見什麼的 也增加了兩到三成 那我們繼續來看 到底失眠的人有哪些困擾呢 第三名看到就是翻身 結果我看到我的另外一半 睡得跟死竹一樣 有11.8% 再來第二名呢 就是說你火氣會變得超大 看誰都不順眼 有20.6% 網友就說啦 這個沒睡飽真的是很生氣 我看誰就氣賤鬼賤 就是也是很氣賤佛 就想要殺了佛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的困擾呢 哥哥 我跟你講 我本身有 你又有啦 你已經兩個有了 我不會再有了啦 第三名就是我啦 為什麼你不會再有 因為我 你是絕渣啦 生兩個可以 可以 因為我老公跟我一樣是好睡的 我們兩個都其實算滿幸運 都很好睡 這是一 二 三 對 可是他好睡得到一個深層的時候 你會以為 是不是有火車開過去還是怎麼樣 很吵 就是他的打呼聲 然後讓我就覺得很氣 所以其實我們兩個都很好睡 可是我會因為他我搞得我火都來 所以常常有時候起床 我就會遷怒於別人 所以你都不打呼的嗎 我其實算小聲 因為他有錄影給我看過 我算是打呼界裡的林志玲 我有一個朋友 以前有一個製作人 他常常就是我們在錄音的時候 他就靠在椅子上就睡了 然後睡了他就打呼 好像喔 好像喔 嗯 還會被自己嚇到 你看 有沒有 有些問題 他真的演得很好 然後又睡著了 最旁邊的人很難睡 可以嗎 所以想請問一下失眠派 你們有沒有像我一樣遷怒的 像我就是第三跟第二都有 就是會變成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很起床氣變得很大 那像我要拍戲的時候 其實我平常是非常期待 吃早餐這件事 如果我有睡飽的話 我就會一上車 就會跟我注意說 我們去買飯糰 我們去買什麼 一天用早餐是最重要的 對 可是如果沒有什麼睡著的時候 你會呈現在一種放空的狀態 然後那個火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在悶著 對 那可能一上車 注意就會說 你要吃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你可能還在放空的狀態 就是他一直覺得很吵 對 然後就會 我不會遷怒他 我不會罵他 可是我就會說 那他後來就有跟我講說 那當然 為什麼你有時候又說要吃早餐 有時候又說很吵 我就說你自己觀察 然後後來他就知道 當我下來的時候 臉色不是很好的時候 應該就是睡不好這樣 聽說你妹妹跟你是完全不同 對 我妹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睡 就是像她們那種 因為我真的有過 我就是知道她在家睡覺 那我要開 沒帶鑰匙 我敲門 我真的是已經到踹門 怎麼打電話 你妹是下雨行是嗎 對 你被麻醉 對 就是怎麼不行 然後最後真的是請開鎖的人 這麼誇張 開了之後衝進去我就說 我就叫他嘛 還那種 我說我在外面門都要敲破了 你這失火怎麼辦 可是他還是呈現那種 那怎麼什麼 就是那種 而且你剛剛說的打呼 其實我家狗平常因為是鬥牛犬 打呼超大聲 然後我常常拍他 覺得他好可愛喔 打呼 但我在失眠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睡了 你還添入到狗 你還真的是 然後就這樣 那你可以戴那個耳塞啊 我不要 他就是見不得別人睡得好 那雨昕你為什麼不開門 我就被麻醉了嘛 Eason Eason應該很多 我是在各種交通工具上面 都很好睡的人 像我坐飛機的時候 那個飛機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要起飛嗎 我完全對那個起飛沒有印象 因為飛機在那個跑道上面滑的時候 我就已經睡著了 然後中間過程當中 那個空姐不是會送餐什麼的 我也完全都沒有吃到 空姐也不會叫你 空姐有叫 可是我拍不行 因為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那個環境很舒服 因為有的真的 有的空姐如果你不叫 萬一她醒了 她說我剛剛吃飯 你為什麼不叫我 有的會這樣 那我就在這一種 那我就在這一種 奧客 我那時候覺得我很虧啊 然後我那一天是坐走到位 然後我就睡著以後 我中間我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 結果後來我旁邊是坐我兩個朋友 他說他們中間要上廁所的時候 因為我睡得太熟了 然後他們不好意思叫我起來 所以他們就這樣跨過我的身體 然後從我的座位上面這樣子過去 這過程當中 我也都沒有醒來 哇 完全懂 對 然後當我起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奇怪 這個飛機怎麼延遲這麼久 延遲 因為那個飛機 還在那個跑道上面滑著 已經到 他是已經降落了 對 然後我想說奇怪 怎麼還沒有起飛啊 我就已經 你飛哪裡啊 叫起來了 飛哪裡 那個時候好像是去泰國 泰國也要大概四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對 我就睡了三四個小時起來 我以為還在那個跑道上面 大家有沒有試過那種 坐摩托車有沒有 然後你是坐後座的 有 年輕有 我們不是那種有沒有 那種鑰匙 抽鑰匙有沒有 對 然後我們載到一個女生 然後她就是坐在後面 她就是 然後會 會連帶 你可以幹嘛 後來用繩子把它綁起來 你是載貨是不是 你是載瓦斯桶嗎 不是 那你出外景有遇過鬧鐘 想叫不醒你的 有 有時候早上 五點六點要梳化的那一種 我就真的 我很害怕那一種的通告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有試過 就是除了手機要調鬧鐘之後 我還去買那種傳統的 那種 的那種鬧鐘 很大聲 對 然後都同時設定好 這樣我想說 一定穩的這樣子 結果時間到了 我果然就沒有出現這樣 然後狂打我的手機也沒有接 我今天就直接到我家 然後敲門這樣子 敲門也沒有反應 最後他就去問那個管理員說 有沒有這個緊急鑰匙什麼的 管理員說沒有什麼的 後來他們想到一招 他們啟動了那個火災的警報器 然後呢 對 假的 然後那個火災 完全 啪啪 這時候我終於醒了 然後我就 奇怪怎麼有火災這樣子 然後我就打開門來看 想說是不是要逃難還是什麼的 結果打開門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的鄰居 然後管理員 我的經濟人什麼的 全部都在門口 然後大家看到我的時候 就鬆了一口氣想說 我還活著這樣 可是下一秒鐘就把我撅翻了 真的 對 那個其他鄰居不是 對 其他鄰居都被我驚動到了 你真的要答應我 你一輩子要顧好你的聽力 沒有人找得到你 對 你剛剛說聽力 我跟你講 就是好 我之前是好睡到 連痛覺都沒有感覺 這意思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太累了 然後我在沙發上睡著 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哥 我姐在家裡 然後他們好像不知道在 在拿什麼東西 然後沒拿好 然後我哥就是 沒拿好就往後跌 就往後坐在沙發上 他整個坐在我頭上 然後被他嚇死了 我說你有沒有怎麼樣 那還在睡 那很痛耶 所以我說我好睡到 連痛覺都沒了 而且我之前是好睡到跟 很容易跟朋友吵架 跟女生出去旅行 或什麼的 就睡同飯店 那你知道女生最愛 就是在睡前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我跟你講我之前遇到一個男生 那什麼什麼的 感情事情 那通常呢 我就是比較自私的人 我就會 好 要睡的時候 我就躺在床上 我先大講一輪我自己的事情 講完之後呢 好 該他了 他就說 對 你剛剛講那個 我之前有一個男生 然後我就睡著了 我只聽到前面那麼一點點 然後我就睡著了 所以他後面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講了多久 然後昨天起床了嘛 然後可能在旅行當中 在走路的時候 他又 因為女生就很愛分享 又跟另外一個人講 他又跟另外一個人講 我昨天什麼的 又遇到一個男生怎樣 然後我就說 真的假的 是喔 那男生怎麼這樣子 那他有沒有這樣對你 然後他直接大翻我白眼 我昨天不就跟你講了嗎 我完全知道 連聽都沒聽過 第一次聽到的感覺 這很惹怒朋友 真的 你那朋友是誰 真的很不OK 欣宇 我必須要搗蛋他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日子是 睡太好讓人家生氣 那我們其實是睡不好 我們其實不想要遷怒於別人 但真的是沒辦法 像加州如果有小孩的話 小孩真的就是受害者 沒錯 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睡不好的狀況 然後有一次 我記得前一陣子 因為我晚上就要上那個 最近也有在研習 這個線上課程 那這個線上課程 針對爸媽們 所以就是晚上10點 才開始上課 然後上到凌晨12點 然後上完他還有作業要做 可是你知道現在小孩 不都在家裡面 早上9點他們就要上那個 線上的網路課程 然後媽媽又要起來 幫他們弄東弄西弄東弄西 然後晚上已經弄到很晚 然後又睡不好 然後早上起來 脾氣就會比較暴躁一點 那平常我都稍微的壓抑 有一天我真的是受不了 那天小孩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非常非常的吵鬧 早上上課也不好好上 然後寫作業也不好好寫 然後突然之間 他們又跟我說 大的跑到這個我房間去 他說媽媽 媽媽 你快來 然後我想說要幹嘛 他說你快來看看我的作品 然後打開門一看 傻眼 他把我們家所有沙發的枕頭 然後重點是 浴缸早上就是我先生 還有就是灌洗 沖洗一下 都是濕的 都是水 然後我們家那個沙發枕頭 他幫你洗那個抱紙 不行 不行 我們那枕頭很貴 然後就是那個都皮的你知道嗎 然後就泡在那個水上 那媽媽當然就很生氣 我說你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我就狂罵他 然後我就要把那個枕頭 趕快拿出去晾 結果不晾還好 一晾的時候我打開那個枕頭 裡面那個枕心 可能已經就是比較久一點 那枕心是羽毛的 然後那個羽毛就這樣 就這樣一直飛出來 你知道那種媽媽的心情嗎 就是看到那個羽毛 叫做他就很阿咋 然後我一拿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好啊 現在連羽毛都跟我作對 然後我就開始像那個電影演的一樣 我就一直戳那個一片羽毛 我就說連你都跟我作對 連你都跟我作對 好有畫面感 然後羽毛就這樣子滿天飛的 浪漫的感覺 好像MV 浪漫 就是那個MV 很好帥 對 很像那個殺人魔有沒有 然後一直戳 然後就羽毛滿天飛 然後我老公嚇壞 想說外面發生什麼事情出來 然後我就指著那個枕頭說 你看看你小孩幹的好事 然後我老公就說 沒有啊 那是你幹的好事 因為羽毛滿天飛 是我自己在弄 然後總之我那天就很生氣 然後中午吃飯他們也不好吃 我就一直處於那種情緒 後來到下午的時候 他們又在線上課程了 然後我想說好不容易 他們去跟老師講話 我可以休息一下 我就去上廁所 才剛坐上馬桶 然後突然之間小的就大喊 媽媽 電腦壞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不是才剛弄好嗎 讓我就是安靜了十分鐘都不行 我就弄完 我就站起來 然後我就邊走邊罵 我說為什麼會把電腦弄壞呢 剛剛不是都已經設定好了嗎 為什麼你們給我十分鐘 安靜的時間都不行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一直罵一長串 然後後來我把他的螢幕 一打開來的時候尷尬 因為線上課程還在 然後老師突然間就說 媽咪 拿一招 沒關係 然後我就整個就是你知道 超級無敵尷尬 然後就在那邊 就是整個目睹了 我剛剛罵小孩的過程 真的 我跟你講我也有 妳也有 因為我小孩是惹怒人的 這個年紀 一個九歲 一個三歲 然後那天我就進去 他說媽媽你幫我設定一個 那個什麼網站 我就進去按按按之後 他就拿了一個果汁起來喝 然後說不是這個啦 然後這樣子 然後就 然後我整個Apple電腦 就都是果汁 然後那台我新買的 你知道我整個就炸掉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果汁 我就把這疫情間的火 全部發出來 我就說 你永遠就是這樣 你東西就是不放好 你每次都是這樣 你這個東西 這個習慣就是跟你爸一樣 然後他就開始罵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會有那種 稀稀酥酥的聲音 結果發現那些同學 全部都 聽得一清二楚 天啊 然後老師在我罵人的同時 他也就先Fed out 然後就不講話 然後同學你們就說 原來那個瑟瑟瑟瑟瑟瑟瑟 好兇喔 這樣... 我跟你講我人生真的是 真的 在內地給我超想挖個洞 真的 真的尷尬 因為我媽媽也是這樣子 也是忙 要出去上班疫情當中 那個小孩不是在線上上課嗎 對... 他就忙完以後 你這小孩真的... 還不趕快在線上上課 你看看鬼片這樣子 我知道 他... 是老師 媽媽 那是... 那是我們英文老師 我知道... 沒有看到IG 怎麼那個招好笑 對啊 他還在看鬼片 那個是他英文老師 也很尷尬 那個... 其實你不管好睡 還是不好睡 你無形中 你都會影響到別人 然後你就會 很容易產生人際關係的問題 今天我們邱瑟瑟專家 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對你的人際關係 可以怎麼處理 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睡眠狀況不好 可能會影響你的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但是其實人際關係 也會影響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四種狀態 哪一種是會讓你最好睡 這個可以看出 你的人際關係是什麼 問題是什麼 你是一 要開燈才好睡 開燈 有的人要小夜燈 有些人可能是要抬燈 甚至有些人要很亮 他還睡得著 還是二 你要全暗才好睡 連那個窗簾都要拉起來 全暗 還是你是三 要非常安靜才能睡得著 旁邊不能有人打呼 還是你要四 有些聲音才好睡 像有些人會需要一些白噪音 電風扇的聲音 或者是那個收音機 調到沒有頻道的地方 電視機的聲音 對 有一些老人家就是這樣子 坐在那邊看電視 然後你把電視關掉 馬上 對 敲起來 那就屬於四 所以你評估一下 你是這四種狀態 哪一種最好睡 一 二 三是我都睡得著 我爸很難選 大家請舉牌 好 有一 二 三 好 沒有四 好 那我們先看四 就是要有點聲才好睡的 你的人際的問題是 你依賴性比較強 然後你不太知道 人跟人之間的界限在哪裡 譬如說有些人不太喜歡 你問他政治問題 但你就是比較白目 去碰到人家那個地雷 那個底線 好 再來我們來看 一 開燈才好睡得有 開燈的 我一定要有一點小燈才睡著 因為我怕鬼 虧心事做比較多 你要不要搬家 好 那選一的人呢 你的人際問題是在於 謹慎信任問題 你可能做事比較謹慎 然後一開始比較不容易信任別人 但是一旦你信任他的之後 你就是全身心的會信任他 但是如果這個人做了一些事情 你會擴大解釋說你背叛我 而且兩不是跟你職業有關係 防衛心比較重 因為記者可能會 很多事情都會比較謹慎 好啦 然後還有兩個 我們現在看三 要完全安靜才好睡得 我跟薇薇的 我們看三 獨處跟核群的問題 就是說 怎麼說 就是說你在一個場合裡面 譬如說朋友的派對 你會覺得格格不入 但是你在獨處的時候 你又覺得很需要別人的陪伴 好準喔 好準喔 我沒有辦法一個人吃飯 這怎麼那麼準 我有辦法 你不會享受那種孤獨的快樂 我覺得一個人吃飯好淒涼 好好喔 我也是三 可是我很喜歡自己吃飯 真的喔 好 最後一個我們看二 全案才好睡 有 好睡態的兩位都是 但是也有問題 你的問題是 你有太坦白 或者是有時候太敏感的問題 有時候人家會覺得說 你怎麼講話那麼直接 但有時候 別人對你直接的時候 你又很敏感 我就是那種 我自己藏不住任何的事情 然後如果我要說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說他全說了 然後人家就會 我沒有要聽那麼多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是好心跟你分享 然後我就會生氣 對 那以上 準不準給觀眾朋友做個參考 柳哥你覺得 失眠族最在意的第一名是什麼 就是睡不著 所以我們不要念 失眠族最在意 就是睡不著 就很討厭 就是翻來覆去這樣 我們來請希傑跟我們解答一下 來 好 跟大家解答的第一名呢 就是 废說你一定是胡思亂想 才睡不著喔 有28% 網友說啦 這個生活壓力大 腦筋裡面會東想西想的 這又不是我的錯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不知道這個第一名 是不是也跟大家一樣呢 其實睡覺是分 有時候階段性 就像以前比較年輕的時候 因為就比較忙碌於事業 對 那可能就會比較累 那被累可能就會比較好睡一點 那現在因為年紀大了 他自己有選擇的權利 所以就會比較空於時間 那有時候就會 有時候躺在那邊 就會想要睡覺這樣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比如說喝酒啊 或者是大拍啊 或是什麼 比較好睡 打牌 打牌怎麼睡 打牌可以打三天三夜 打整 三天三夜 不是 喝酒啦 我跟你講 我本來是比如說 人家跟我講的 喝一杯紅酒 可能比較好入睡 對啊 那就試看看 一杯 真的好像比較好睡 然後酒了以後 一杯不夠了 他已經麻痹了 變兩杯 兩杯喝完 後來變一瓶 還是沒用 酒了以後又沒用了 到最後變一瓶 對 就這樣一直喝 最誇張 喝酒其實我也有試過 但是因為我的酒量還不錯 然後我是試過 就是覺得心情很差 我需要睡覺 然後我是一瓶喝完 其實我後來發現 是因為他已經早上我累了 所以才睡 對 但是睡兩個小時之後起來吐 好不足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戒酒 睡覺很痛苦 然後我也有喝過牛奶 但是其實我胃食到膩了 對啊 也不適合 對 然後可能還有 就是睡前的瑜伽 就是什麼 就是能試的我都會需要 所以目前還沒有一個 是不錯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有 像音樂那時候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真的有幫助 可是當你失眠的時候 我在聽你就會覺得 很吵就是 也是沒用 就是很容易 他脾氣也容易很差 對啊 你這樣 就比如說你想要入睡 然後可以在床上躺多久 才會睡著 可能一兩個小時會有 你也是喔 真的 太久了 太久了 有時候三個小時還沒睡著 真的 那你們一起來這邊吃 對啊 因為我身邊其實也是有很多 那種睡不好失眠的朋友 然後我就問他說 到底為什麼睡不著啊 然後他說他也是用了很多方法 然後什麼喝牛奶 他覺得一開始有用 之後喝喝喝到最後 他會半夜起來上廁所 就是睡眠會被中斷 然後喝牛奶會拉肚子 對 然後有些 就是真的是比較簡單 粗暴的方法就是 課安眠藥 然後他們吃 那叫粗暴的方法 這是最直接的方法 從半顆吃到現在 我前陣子問他 他已經吃到五顆 真的 五顆不太厲害了 他是要跟他選短喔 不是 他是 他是很長時間的都睡不好 然後從半顆好 有笑吃吃吃吃的 又沒笑了 然後就一直加加加加 加到現在真的是五顆 他才好像可以有 比較可以睡到 早上起來去工作 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想要上 粉絲團回答問題 跟我們互動 你們就可以獲得 精美的禮物喔 這個全部都送給你 好不好睡跟睡得久不久 我覺得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獲得一個 很優質的睡眠 因為睡得很沉 才是健康的關鍵 是 希望今天大家看完 都可以秉除這個難睡的困擾 今天討論的內容 不知道你們大家同不同意 如果你們有意見想分享 歡迎上這個 今晚開戰吧的 官方粉絲團留言 我們就會看到你的留言 今天謝謝各位來賓 謝謝 好帥 謝謝 好帥 謝謝我們大家 謝謝 謝謝 好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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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